政治參與只能靠投票嗎 我們現在民主的所謂的選舉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在 因為所謂的選舉它其實是 習慣共識角的部落來講 這種多數角的形式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粗暴的決定方式 2000年那個時候 有簽訂所謂的新夥伴關係 就是原住民族跟台灣 後來還有再一個再肯認 它其實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族群代表的這個部分 要回歸到族群本身 族人還會遇到什麼狀況呢 我們部落就一個現象 像口票所附近 偷選人的團隊就會在門口 然後我們就這樣經過 知道後 這樣 所以現在我們聽到部落長輩 很開心 然後那天要去投票 到那個小框框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嘛 然後蓋完張之後就出來 然後坐在那邊就是等著要開票 結果一選出來之後 它那張是廢票 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它投給誰了 為什麼 它拿到它自己的10張 然後就開了 每週四晚間九點請鎖定 Lima包包包 哈囉 有事嗎